人总是为梦想 背弃了信仰 去远方一路上 让流浪的心有处万房 心若像洋河聚那风霜 岁月无暇 雨后的天空总会变轻浪 眼前阴霾又又何妨 心若像洋 无畏忧伤 人前路漫长 有你在我 心上始终力量 如晴光飞翔 你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她了 那是你妈留给你的 晓晓男儿和祖道 求她几个深秋雅 这样啊 等过段时间咱们有钱了 咱们给她买个新的 把这个换回来 晓晓男儿和祖道 刘碧云 你必须说我大哥做徒弟 我不说徒弟 你 你站住啊 爸 爸 咱真的忍心让大哥一辈子都回不来啊 也倒是 你想让大哥回来的话 你把你的指标给他怎么样 江森 江森 妈 你回来了 妈 我和改封橘子回来 给你添麻烦了 都是一家人 你不要这么客气啊 不是 我们家改封吧 说话不过脑子 你别往心里去啊 妈问句不该问的 你跟改封幸福吗 这话怎么说呢 改封她是个好女人 她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来到我的身边 给了我一个家 那个时候我很幸福 可是 后来我看到 越来越的知情 开始返程以后 我这心里 就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平静了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抛弃她 以后不管我到底在哪儿 我都会跟她在一起的 妈 之前您为我的事 费心了 姜妹都跟我说了 谢谢你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但是你考金剧团的事情 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 第一 我不能收你做徒弟 第二 你年纪大了 而且基础也不好 我建议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 再浪费时间 妈 我就想试试 好 好吧 姐 上楼坐会儿吧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吧 我呢 是想让你妈 收大哥做组的利考金剧团 但是我跟她说了半天她还是不收 还打击大哥的积极性 我希望 你能替大哥找他好好谈呢 嗯 我知道 我会跟她说的 谢谢你 姐 你过得好吗 还行 我这个人 没心没肺的 日子怎么都能过 对不起 是 她过去了 提那些的吗 我听说 你怀孕了 嗯 挺好 我也要当大姨了 行吧你赶紧上去吧 我回去了 妈 怎么跑这儿来找我了 什么事啊 姐来找过我了 为什么明明你这次很轻易就能帮到大哥 就是不帮呢 你擦脸眼睛看看这些孩子 这工是一天两天临阵磨枪的吗 你大哥不是这块料 老天爷不赏饭吃 就算他进了这个门 以后也是痛苦的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 妈 那你之前那么帮大哥 都是演戏给他们看吗 你怎么会这么吓我 将军 我在你眼里成什么人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太让我寒心了 没别的事你先走吧 你说你姐姐气不气人 她居然这么看我 那肯定是奶奶他们逼她这样做的 这跟逼不逼没关系 是她心里对我一直有怨恨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我没想过 那你现在想一想吧 军人 医生 或者司机 我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 比如体育 体育你肯定不行 那唱歌啊 画画啊 都一般吧 唱歌可能会好一点 你唱一个吗 听一下 这儿也没人 你唱一个吗 夜半三更幽 盼天明 盼冬拉月幽 盼春风 若要盼得有 红举来 临上海边游 盼上风 临上海边游 盼上风 唱得还挺好的呀 其实妈 我有一个爱好 什么爱好呀 钓鱼 这只能算一个业余消遣 又会能当个职业 但是张树说了 说钓鱼可以磨练人的耐心 还有意志 那我走了 我不跟你说 你去哪儿啊 去跟侯凯钓鱼 现在就去钓鱼啊 约好了 你有鱼竿吗 他有 我用他的 那回头妈给你买个鱼竿吧 我你走了吗 你去吧 要不是你 俺能折腾到这儿来啊 你抱怨我也没用 我也是好心 应该找你婆婆去啊 没用啊 找他有啥用啊 你们好 刘碧玉老师在家吗 你是 我是欧阳红 慕名而来的 想考竞技团找刘老师指导一下 他不在 那我在这儿等一会儿 学系的 嗯 学多久了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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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多大十年 我十七了 那你是童子宫啊 童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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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给咱俩拿一对 是这样啊 想见刘老师 不是 想见他 那得先过我们这一关 对 唱一段 好 我家的表书 书不清没有大事 不登门 虽说是 虽说是 亲眷又不想认 可他比亲眷还要亲 你 打开 你 能看 在那儿 我们会让他 太谁了 沙鲜 你 你 在那儿 你 不知道 刘老师 您好 您好 我是欧阳红 我觉得你一定能哄 谢谢啊 我从七岁开始学习 今年十七了 我是从刘一鸣师父 我师父说 我从小就是个学习的好苗子 让我来江城找最厉害的诀 学轻衣 他想让我拜您为师 欧阳红 我不收徒弟 也被耽误了您 您还没听我唱戏呢 听过了 欧阳红 你别难过 我不难过 我能见到刘老师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还会再来的 来来来 等一下 俺给你想个办法 你是不是想让柳碧云收你为徒 只要你收了俺男人为徒 俺男人是柳碧云老师的大儿子 以后你天天来教他唱戏 你就能天天见到柳碧云老师 柳碧云老师的儿子 为什么柳碧云老师不教啊 你住哪儿 我刚来还没找地儿呢 那旁边的巷子往右转 有个招待所 俺给你安排 走 走 走 羽碧云老师 楊老师 羽 小宋 羽小宋 刘老师 你哪儿不舒服吗 妈妈 大宏在来的路上 被自行车撞了一下 没事吧 没事 你住哪儿啊 宏旗招待所 就在附近 隔两条街 那两条街上车辆很多 你要注意安全啊 来 慢点啊 刘老师 叔叔 我先走了 好好好 路上注意安全啊 我先走了 看来你挺喜欢这丫头啊 她挺有天赋的 是个大情依的好苗子 小伯伯 你收了她 师徒是抢缘分的 再看看吧 不过 她每天早晚这样 来来回回跑 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那你的意思呢 我听你的呀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那就让她搬到家里来吧 首先呢 我们要正式地欢迎 欧阳红来到我们家 好 她好 大姐 她住哪个屋啊 不然住 那个空的那个屋吧 那不行 那屋是要留给奶奶 回来住的 奶奶不还没回来吗 这样吧 这样吧 要不你搬到江里内屋 让大嫂和欧阳红一屋 没问题啊 不 这凭啥呀 有个空房间就让她住不就得了吗 干吗非得拆散俺个男人呢 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 重点是在练习上面 其他的事都能凑合 就让咱俩俩男人分开 这就欺负人 是让咱们俩分开睡 不是分开 那就一个意思 夫妻之间分开睡 那跟分开有啥区别 大哥大嫂 我睡沙发 我睡沙发就已经很好了 那怎么好意思呀 委屈你了啊 这样 你睡我房间吧 我睡沙发 毕竟你也是我大哥大老师啊 睡沙发不合适 那就沙发归你了啊 行吧 我把她行李放进去 我自己来吧 我帮你帮你帮你 我自己帮你 太好了 来 师父 来 来 啊 妈 我帮你 你洗手了吗 先洗手去 俺那时候不脏 来 来吧 吃吧 吃 叫死 吃 吃 搞不好啊 别跟我教你了 别拔了菜 好好吃饭 好吃 吃 来 多吃 多吃 爸 你那也太好吃了吧 你这个鸡娘 我又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爸 爸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笑 会呛到气管的 严重的还会造成窒息 这 这 啥是窒息啊 你烂干啥 你就是不知道吗 窒息啊就是气管堵塞的一种生理现象 气到被堵塞不能呼吸 只要一分钟心跳就会停止 那没啥 你知道的 你们不用担心啊 俺这喉咙大着呢 有一次喉咙了 一点事没有喉咙 先吃饭 吃完再说 先吃完再说 行 那吃吧 吃吧 你们别看着啊 吃啊 吃 哎 哎 哎 当心车啊 你帮李总 没事 小叔子 小叔子 爱上去动物园看看 动物园啊 离这儿远的呢 江森说可好玩了 你带我去看看呗 没啥好玩的 就是几只猩猩几只猴子 你想看吗 想看 想看 想看还不简单嘛 猩猩是最像人的 你看 再配合上手势 你看 小叔子 你好厉害啊 像不像 像 像 小叔子 你身上 我不是害羞 什么好害羞的 你看 像不像 就他这样 就他这样 干吗你 你干吗 你干吗 这是你相机啊 我还记得 我拍两张视角 你还记得 你玩一下 你就记得我拍两张 我 我拍完了就玩你了 你已经这么快了 再来 再来 别闹了啊 我问你 嫂子呢 在那儿 他在演大猩猩 猩猩 什么大猩猩 就是街头卖艺呢 他怎么还街头卖艺上了呢 他人在哪儿呢 解放路 怎么把他一个人这么下来 改封他不认路 哥 你等等我 等等我 等等我 你问了吧 我问你 这灯亮了是不回来 白素怎么回来的 找到了吗 怎么是你啊 江丽 你脸可真大啊 大家伙都在外面找 自己在家在那儿吃 我找一圈了 人鸣路解放路一街 动物园我都找了 就是没找着 这王改份是真够笨的 找他嘴自己不会问呀 大家伙饿了肚子还是找他 吃完咱接着找 你直接找去 嫂子 嫂子 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哥 你去哪儿找他吧 解放路开出所了 我去的时候 爸妈就带他往出所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回来就行了 都饿了吧 赶紧吃饭吧 不饿 怎么了呀 他骂我 他回车他就变心了 他不要我了 他还是找不到你心急 说你两句也是气话 气了先吃饭 都饿着呢 今天这事啊 月月将临 一会儿给他开个批评会 怎么样 嫂子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嫂子 还生气呢 不都跟你道歉了吗 你把它拉进屋吧 别哭了 开放 一会儿陪我练功 翔子 快歇会儿 把粥喝了 小心烫 好嘞 歇会儿 歇会儿 你怎么又把药给带过来 还给我餐粥里了 你 这次的药 是娘找刘半仙配的 说这次肯定能怀上 那就是一骗子 都怀成个药罐子 得没见有什么效果呀 这次的不一样 你相信啊 你喝一口好不好 喝一口 我喂你喝 喝一口 喝一口 我不喝 你跑啥呀 你再不会俺生气了 喝 我不喝 你是不是诚信 不想跟俺要孩子 你怕有了孩子 就甩不掉俺了是不是 没有了事 你别以为俺不知道 你是城里人 你压根就看不上 我这个没有文化的 乡下女人 老婷 你别哭呀 你干 你干什么呢你 你怎么欺负你干 不是 不是他的错 都是俺不好 那种药不好喝 是俺非得逼着他喝的 哪有什么中药啊 那就是一江湖医生看的药 这是能怀孩子的药 明天你带他们去医院看一下 医院我有个熟人 明天我带你们俩去医院 好好检查一下 改后你别着急 孩子跟父母也是有缘分的 这个药先别吃了 这个药先别吃了 谢谢妈 俺伯伯真好 还说带俺去医院看看 白风 都半小时了 累了吧 来 喝口水了 来 别哭了啊 医生不都说了吗 有什么大问题 俺哭是因为俺委屈了你 俺就不敢相信那刘半生的话 让你喝了那么多重药 我又没怪你 白风 咱们进去就拿药好不好 好 周三 你 那万一吃了重药 还是怀不上呢 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怀不上就怀不上呗 咱不强求 好 好 俺不 俺就要生我啊 俺要生不了我啊 俺就算坏了 你 你寻死密活的 医生也没给你们俩判死刑 让你先吃药治疗 好 调整好心态 你坐在这儿没完没了的哭 像个什么样子呀 妈 怀不上 敢在这儿哭 咋的了 白风 妈 你别往心里去啊 他就是直肠子 说话没法 追他吧 别有走丢了 白风 你怎么没有眼前见啊 你怎么现在除了这句话 别人都不会说了呢 那你为什么不看安病排走 凯峰 你别难过了 医生不都说了吗 好好调养能好的 咱得相信科学 你是不是也想离开案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咱娘都说了 咱屁股大好生呀 咱咱好了 咱本来就没完话 现在还不能生 你是不是想跟咱离婚 没有的事 我从来就没有过 抛弃过你的想法 那你喊出来 咱才信 不是 这几座上的都是人呢 我喊 喊不喊 咱不会抛弃咱媳妇 王盖富 好好说话 我不会抛弃咱媳妇 我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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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别囔顾了 啊 盖 Stephanie 是不是想家了 要不是为了姜森 你 我才不稀罕乃之丑女 是啊 习惯了乡下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的生活 金乐成啊 确实不习惯 为了江森 俺愿意做这个牺牲 疼 他怎么了 跟爸说 他也比俺练筷子 还不练 他还不跟俺睡了 你说 这凉裤子 睡觉连筷子有啥用啊 他就说俺妈不降临 俺生气出来 他都不招来安慰俺 江森是个内向的人 我敢肯定 他现在在屋里啊 一定也很难受 真的 我跟你打赌啊 我数十个数 他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就输了 好 咱俩一起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五 六 六 改方 其实啊 一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饭 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最重要的 爸 我们尊重我们的亲人 所以才要按规矩来 比如说怎么拿筷子 吃饭不能叭起嘴 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抖腿 这不是针对你 为难你 这就是规矩 其实 其实俺都知道 婆婆教训俺 训俺 到底还是把俺当作自己人了 不是真的为难俺 也不是真的想赶俺走 对啊 明白就好 可俺不服气啊 俺大字不识 进了城 事实都靠你们 那在村里 俺干啥都干得好 那真的工夫跟男人是一样的 现在倒好 干啥啥不行 初哥们还转向把自己给丢了 海里 我也生不了 开放 你看谁来了 小枫 小枫 我回屋吧 我爸也那边一天了 你还没跟阿道歉呢 我错了 我不该逼你 你还没跟阿道歉呢 你早点休息 走 试吃人是第一口 说话呀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干啥呢 不是 怎么有股腥味啊 下次你尝一下 不会吧 好吃 没有啊 我觉得挺好吃的 还有口奶味呢 天花该你了 咱们家就是你吃过正宗沙拉酱的人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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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 味道相当不错 这沙拉酱也是你做的 不是吧 当然不是你 有一商店用外汇卷可以买到沙拉酱 但是太贵了 打听了一下 做法很简单 原料就是鸡蛋 糖 食用油 淀粉和白醋 真是一位天才的西餐士 这次沙拉酱的成功 主要归功于江陵 淀粉和鸡蛋的打磨呢 的确非常的不容易 我是左脚 右脚 可以说是九九八十一蛋吧 但是最后 还是成功了 这个我来切啊 这个有讲究着呢 左手拿叉子啊 没叉子咱们用勺代替 给我拿把菜刀去 好嘞 行 其实西餐刀啊是很窄的 不光有韧还有尺 应该是 这个 给我 可以啊 来 刀是有点大 还没关系 应该这样切 这块肉呢做的是七成熟 欧洲人都喜欢吃三分熟或者是五分熟 那生的不得拉锡啊 我 我尝一口啊 好吃 好吃 爸 我是不是特别适合去国外留学啊 那是好好学习 你给我吧 又是学习 还有谁想试一下 我还要吃 师姐 姐夫 我找师姐谈点事 好 过来 吃点这个七成熟的牛排 好 我吃过饭了 那你等我一会儿 来 来 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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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招生完了 安排好老师了 我的病也就好了 师姐 招生的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 我是真心想让你担任这次的主考官 好呀 好呀 我不接受 接了这事就等于告别了舞台 没有的事 之前安排的事不会变 只是辛苦你又多了一份职务 师姐 培养星人事关重要 团里面没人能担此重任啊 不要这么抬举我 黄涛他们不都可以吗 他们都不可以 他们也可以 他们也可以辅助你 可是能够带领大家 进行文化创作的人选 除了你没别人 改份儿 侯团长在跟我谈工作 好 行 那你进去了 你是团长 你带领他们教学不就行了吗 我不教 师姐 你这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 就算你帮忙似的 你明明知道我的脾气 还来做这种无用功吗 师姐 你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过了 我不教 那师姐 你先忙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 这一大家子的人 让我送送你 来 你留步 师姐 妈 你洗衣服从来都不用水的吗 妈 您太厉害了 团长亲自到咱家来 请您当考官 当老师 那 那俺们这趟没外泡啊 文江森考进剧团 俺一定像孝敬亲妈一样孝敬你 妈 您累了吧 来 来 白方 我不当主考官 也不带学生 那为啥呀 不行吗 这么好的事得做啊 就算我做主考官 江森也得考得差不多才行 那您就是不肯帮俺们 不是我不肯帮你们 江森的条件实在是太短了 那你就让江森高低都考进去团吧 还有 俺也要考 你想长花脸吗 啥脸都行 俺要改变命运 你还是先把这份衣服洗了 好 你就这么恨着黑板呢 我不恨着黑板 我恨黑板上的字 天天测试烦死了 有什么可以心烦的 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有什么不对的吗 那是你们觉得好 对于我来说 任何形式的考试都是一种折磨 我真后悔 你就上体校 后悔也没用 你要想赶紧回家呀 把地拖 还拖地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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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